2010年台北线万金石国际马拉松在翡翠湾正式开跑 有不少的国内外豪手一同来参加 虽然天空不做美 但是选手们都是相当的努力 最后由日本籍的男女选手一同抱走了冠军奖座 尽管天空不做美 但是参加2010年台北线万金石国际马拉松赛事的选手们 还是精神抖擞的进行热身 县长周锡卫体育会主委戴霞琳都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 今天要来参加万金石 这个万里一定要包裹在里面 因为从万里跑下去 这个叫万金石 万里金山石门 希望大家今天跑步愉快 话不多说 现在有点冷 请大家做一下软身运动 因为今天跑出每一个都跑出最好的成绩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冷 晚餐一定要做够 那我们也很感谢台北县镇国州现场所领导的团队 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助单位 对这次赛会的支持 在这边预祝所有的选手 创造个人最佳的成绩 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比赛可以顺利成功 这场马拉松赛事包括国内豪手全国记录 保持人吴文谦 许玉芳 郑子健等人都来参加 而日本跑者也一同参与 让竞争更为激烈 马拉松比赛在明墙之后起跑 经过两个小时多的时间 比赛结果陆续出炉 男子组由日本商班组左伯利夺冠 女子组则是由同样是日本籍的牧村世西称后 台湾选手则分居二三名 天外专家镇绿阿文北线采访报导